大家好,我是托马斯 欢迎大家来到托马斯的RS游戏中文解说频道 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任务名字叫Catapult Construction 建造投石车 这个任务非常的简单 它让我们需要去收集一些投石车的一些木板材料 金属材料 找几个人对话跑路就行了 这个图片上显示的一些 是一些物品和前提需求 现在我们需要去跟NPC对话 先把任务给接着 首先我们来到森林这个地方 这有投石车边上有个守卫 我们先跟他对话 先把任务接着 然后我们依次选择选项1 I guess you are going to get fired 选项1 What do you suggest 选项1 All right, I'll go and speak to General Haini 在他这个投石车南部 穿过这个树林 在帐篷边上有个海林将军 我们去跟他对话 这里我们需要选择选项1 So the terrace camp catapult is broken 选项1 Perhaps I can help to repair it 选项2 General I believe I can be of service to you 给了我们一个密信 我们点不开 这里传送到这个森林石头边上 到达以后我们往西北方向走 点击这里的陷阱 继续往西北方向走 有一个也有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点击过去 找工程师对话 这有一个工程师 我们点击跟他对话 选择选项3 General Haini asked me to find you 选项2 I'm quite an experienced carpenter 他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原理图 我们选择3 Make the repair parts 就是修理这个 把他这个部件都给 给他整理出来 然后继续跟这个工程师对话 选择选项1 看他read the letter 这个是他的那个信 现在我们需要传送去那个F层 那个这个传送石头边上 到达往东北方向走 去找一个小矮人对话 Rollet 跟他对话 选择选项2 Can I have the metal parts of the tourist camp catapult place 我们需要去到港口这个地方 按他的要求找一个人 到达以后 我们往那个东北方向跑 在那个酒吧里面 这个酒吧里面 有一个矮人叫 Tike 我们点击跟他聊天 之后选择选项2 You are right I'm not a sailor 在这个酒吧的外面 有一个喝醉了的海员 我们右键点击搜索 他身上搜到一个 这个海军背雷帽 是一个蓝色的帽子 然后继续跟里面这个矮人对话 他给了我们一些金属的部件 现在我们需要回去找那个投石车里边的首位对话 到达这边传送石头以后 往西走 穿越树林 这有一个盼角的线 是一个陷阱 我们点击过去 继续穿越树林 喝一口抗毒药水 往投石车方向走 继续跟首位对话 这个他让我们把用这个木板 就是玩这个俄罗斯方块一样 把这个投石车给建好 这个右边这个箭头 可以调整它的方向和位置 调整它的形状位置 这个木板太长了一点 我们换一个木板 换这个短一点的木板 把它改成树形状 然后把它移到右边 这样一边就好了 那就可以了 它还有另外一边需要修理 这边我们已经修好了 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给去掉 现在我们修理另外一边 这样一边的另一边不好 我们 LGTB500日�了 有点儿章 hoop 他要不要 rotate 打 red over ns 可以了修好了 它这里显示修好了 修好以后我们继续跟这个守卫对话 然后需要测试一下图示车 这里我们选择选项1 Yes, I'll have a go 在这个界面它有三个石头 需要我们去命中 在最左边的石头 我们需要这个绿色的条杠子 要选择火就留一个就行 然后这中间这个石头呢 我们需要这个一个绿色条杠都不需要 就按上面的给它配重 给它减到零 然后点击发射 命中啊 然后最右边的这个石头 我们需要把它这个配重加到最大 上面这个绿色的条杠子加到满 然后点击发射 方向还有对准 对准以后点击发射就可以了 它这个显示测试已经完成啊 继续跟守卫对话 任务完成啊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个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任务再见 拜拜